那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職人老師 那今天推薦同學一本書 那這本書是由我和榮玉老師 還有張青老師共同撰寫 那名字叫做 《明法大數據測音題分析》 由於測音題其實不太好準備 那單純一個條文都可以促成一個題目 那我們先說一下 這本的試用族群 主要像是財稅行政、司法特考、鐵路特考等 都可以適合這本明法測音題參考書的使用 我們這本書的特色 那第一呢 我們有一個考題的統計 我們這本書總共收入了103年到108年 總共2398題的測驗題 那每一題呢 都是我們三位老師看過之後 再去做一個真點的分析 那最後呢 製成一個圖表 所以同學你可以參考這個圖表 來去做時間上的一個安排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考試比較多的 那你可能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在這個章節這個真點上面去做準備 那另外一個特色是 我們剛剛提到說有做一個考點分類 那針對這些考點呢 我們都有去做一個說明 那並且在這個說明之後呢 緊接著就是我們挑選出來的重要的考試題目 所以同學你可以在考點的一個說明 學習之後呢 馬上就有重要的考古題來去做練習 好最後我們來說一下這本書就是撰寫的一個歷程 那這本書呢是因為我們三個人共同創作 所以花了非常多時間在於討論 如何要讓這個準備考試的同學 更能夠去掌握到測驗題的一個回答 那再加上呢 這本書呢總共收入2000多題的測驗題的統計 那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大量的時間 在考點上的分類 所以希望我們這樣子一個辛苦跟努力 能夠幫助更多同學在考試上有所發揮 所以最後推薦同學 如果你在準備測驗題上 你覺得有所困難的話 那可以來參考一下寶城出版社 出版的這一本 明法測驗題大數據分析 劉 name 9-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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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efinitely 你 uniqu給 bless全社